大家好 我是大补帖小编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次的新活动 就是找这个快角葛林 好那他的任务很简单 第一个是你只要在野外任何地方 或者是雅丁大陆任何地方 消灭一千只怪物就可以获得两个道具 一个是传送卷轴 另外一个是宙斯卷轴 那这个是打葛林用的魔法 魔法的支援轴 然后再来你只要进去这个 他的活动地图之后消灭十只快角葛林 你就可以获得三百变异叶子 好那这个卷轴呢 他这边有一个说明 他是套用极道落的技能 那他只能用在快角葛林 靠近你四个的时候去使用 那他的攻击的人呢 就只会是这个快角葛林 那很明显的呢 就是叫我们把这张卷轴呢 把他拉到这个快速键来用 那我们就直接 因为小编已经解了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传送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先开一下AUTO 传送进去之后 哇遇到葛林了 来总共有十只快角葛林 那昨天我们的那个小编之前玩过韩版的这个经验 是越靠近这个葛林 就是追同一只葛林就好 所以我们我们找近的追 我们找近的追 那他现在这个画面呢 是因为他一直在追嘛 一直在追葛林 所以大概要看一下这个距离 葛林每天也是死了 我们去找下一只 这里有一只 葛林看到你就会跑 他就一直跑 而且你看他自己套用这个三段加速 什么还有四只成军接队的 我们也会三段加速 就是这个是系统自己套用的 那如果你不想用AUTO自己走的话呢 其实还是要AUTO 因为这个葛林 这个葛林蛮 蛮奸诈的 他都知道你要方向要去哪里 然后他就一直落 一直落 这活动真的不减 不减 这葛林还知道你你在打谁啊 如果说你的目标不是他的话他会停下 那只剩下最后一只 没考啊 没考就是你啊 剩下最后一只 可我们在想 游戏 就是你啊 疼 难度来说 算是很简单啊 因为到现在不到大概一两分钟吧 就把它解掉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拿到300片叶子 非常简单 那对于这个玩家来说 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这300片叶子没有什么 但是300片叶子也是不如消补 毕竟它只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活动 你就把它杀完之后就有300片叶子可以拿 何乐而不为呢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抓住快角格林的这个活动介绍 那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